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知道我什么时候 能变成澳大妈 她的爱情什么时候才来 为什么时间过得这么快 钱为什么这么难赚 为什么取胆这么慢 为什么要读书 为什么你们女人都喜欢 我们听到好听的歌 那么狗狗听它会不会觉得好听 我特别好奇的就是 现在年轻人 他们喜欢什么类型的音乐 到底什么 是民谣呢 你能回答吗 是谁回答 出发了 走 有美好的一切 有美好的一切 我们民谣2022 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看起来就是不 他们和我们没什么不同 晚上好 但是他们和我们又有所不同 他们都喜欢向生活发问 生意好不好老板 因为他们对生活 有着比我们更多的敏感和好奇 朋友 今天的水温如何 正是因为有困惑 我们才想要化解这个困惑 想要去拥抱这个生活 长沙你要慢歇走 我的眼睛没看够 他们在长沙过着他们的生活 也在长沙唱着我们的生活 我们这一生 平静确定的火 只不过这些 平静确定的火 只不过这些 我觉得民谣和我们的生活 是息息相关的 也有快乐的 爽啊 温暖的 或者是严肃的 伤感的 好像生活中所有的情绪 都能在棉咬中找到出口 从建内会到现在的盛典 经历了这个过程 你觉得没有人要是群吗